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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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有心脏病 那怎么办 我能不能有车救在前面 车上有药 能帮我去拿一趟吗 阿姨实在是动不了 那行吧 阿姨你的治理动则 阿姨 不对劲啊 这个阿姨明明知道自己有心脏病 却没有打药带在身上 而是放在男朋友车上 这不是很奇怪吗 小朋友 你有看到我女朋友吗 长头发的 穿着白衣服 有心脏病 看见了 他就在那边 等着你给他送药呢 谢谢你啊小朋友 不用谢 哎 你带我去吧 我怕我找不到 耽误了给他送药的时间 你看给他打电话呀 他是个路痴啊 电话也说不清楚的 还是你带我去吧 这个男朋友也很奇怪 这个男朋友也很奇怪 他都没问女朋友有没有心脏病发 就说要给他送药 好像提前资料一样 叔叔 走那边 不对啊 不是在那边吗 果然他跟那个阿姨是太多好的 为了他怎么知道那个阿姨在哪边呢 这边快一点 而且我刚刚已经打了120了 就是他等一下 等你从这边进来 我们去接一下 你打了120 是啊 我看那个阿姨病得很重 我怕出问题 所以我才打了120 这样啊 那你在这里等120吧 叔叔 先走了 啊 我都找你女朋友了吗 我第一人找到 哼 想骗我 人都没有 什么 120 我马上去 我是小神哥 喜欢我记得关注我哟 不对 我妈妈每天都是要把房间门关上的 说看能容易落灰 能不能有人进来了 如果我现在跑到门口的话 可定会打草金蛇 我得想个办法 喂妈妈 你说给点这种的这钱在哪里啊 我怎么找不到呀 嗯 嗯 就是我妈妈说的表舅吧 啊 啊 我妈妈在地下乘过停车 她让我上来给你拿钱 做过那边好一点了吗 啊 好 好一点 你等着 我这就给你拿 我妈妈昨天特意从银行取了钱 啊 那你快去 那你等一下 我这就去拿 啊 小朋友 你要去哪啊 回家那个小偷 被我发现了 他超级逃跑 直接从汤户跳下去了 这可是六楼呀 啊 六楼啊 可不是吗 我在赶紧春日夜找人报警 叫你 我是小神哥 喜欢我去都关给我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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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